大家好,我是爱语言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组现实 招二飞到 无人一之战星穹铁道2.6版本 新增任务皮诺康尼 则辞大学学院皮诺康尼星穹铁道2.6 这边是崩铁2.6新开的这个开头序文 然后这边我们来跟着这个任务追踪 阅读一下我们这个短信 好的,阅读短信之后 来跟着任务追踪这边 来到这个列车 这里对话一下 好,兑换之后 我们跟着任务追踪这边 来到沙发这里坐下 准备出发 我在这边过了一个对话 然后继续跟着任务追踪这边 来安理入住 对话一下好 对话之后 我们来打开地点 然后来到下边的一个传送点 然后来继续跟着任务追踪走 正前方上楼梯 上楼梯之后来四角左转 跟着任务追踪继续走 开门这里对话一下啊 对话之后来跟着任务追踪 这边入梦 点这个感叹号的这个啊 进入梦境之后 我们这边跟着任务追踪走来 对话一下 好的 这边对话 打上怪之后 我们来跟着任务追踪 离开这个奇怪的梦境 好的 从刚才那个梦境出来 还是去跟着任务追踪 这边对话一下 好 对话之后 我们这边出现两个任务的 有一种 我们先跟着这个西北方向 地图左上角这一边 左上方的这一个任务追踪 这边走过来 这里有一个注胶 416R 就在这个左边这个黄圈的正中间 来跟他对话一下 这边对完话 我们来到另一个任务追踪点这边 过来 然后在黄圈的正上方 这边有三个赤脚小猴 这边点击调查 好的 然后我们来继续跟着任务追踪走 这边来对话一下 好 对话之后来东南方向地图 右下角朝这个方走 从前面这个门里面进去 进门之后再跟着任务追踪走 这里进入这个教室 来到椅子上调查 落座 好啦 这边对话解释 我们继续跟着任务追踪走 这边出门 然后往右手边走 看地图朝这个方向一直走 然后我们到这个舞台 对面的这个门里面 然后去跟着任务追踪走 这边对话一下 好啦 这边考核结束之后 还继续跟着任务追踪走 然后我这边选择的是财富学院 放在这边对话来 还继续跟着任务追踪走 这边顺路开一个传送点 继续跟着任务追踪走 快看 学生梦都要不要先买点东西 逛吃逛吃 然后来跟着任务追踪这边对话一下 好 这边制作摊位 选什么都无所谓 然后我们来继续跟着任务追踪走 好的 这边获得了一个玩偶 然后我们继续来跟着任务追踪走 这边对话之后继续跟着任务追踪走 这边对话之后我们需要拍照栏方向地图下方 把它们三个还有这个猴全都拍进去 这边往后面说一说 然后等这个小猴全部起跳的瞬间 好的 好 兑换之后能切到波特沃的视角了 然后来跟着任务追踪走 好了 喝完对话之后再来跟米凯兑换一下 好了 到米凯兑换之后来打开我们地图 然后来到这个任务追踪上边 这个传送点 然后来继续跟着任务追踪走 这边从两侧上楼梯 这边来对话一下 对话之后再靠近再跟他对话 这边对话选什么 是无所谓 然后我们对话结束之外 还继续跟着任务追踪走 狮羹鸟啊在 这边对话之后我们来跟着任务追踪 把这三个任务追踪点全给他对话一下 这边对话一下好的 然后我们再去找下一个追踪点 这边调查这个桌子 好了 然后我们再到另一侧 去找最后这一个任务追踪点 对话一下 好的 这边对话之后我们来打开地图 然后来到任务追踪点上面这个传送点 然后来跟着任务追踪走 这边从两侧的楼梯上去 别进那个电梯啊 这边对话一下 好的 然后这边我们选择入色考核 我记得你放100个星吧 好 请问 然后这边选择第三个标黄的这个现代能人员 好 然后还是选择第三个标黄的这一个 然后还是这个标黄的这一个 选择第二年名声恐怖的 没错没错 通过了先生 好 对话之后我们就回到了自己的少学 然后就这里我们跟任务追踪走 对话一下 对话之后后来跟着任务追踪在这个墙上涂鸦 这边对话我们随便选 然后对着这个墙体来使用你的R键 就是攻击键左边这个 喷上这个涂鸦 这边也是随便选 选什么都行 好的 然后我们来跟着任务追踪对话一下 好了 这边对话 打完怪之后我们继续跟着任务追踪走 这边再对话一下 好了 过完对话前我们来跟着任务追踪 来抓这个玩偶 这个方向是财富学院 这边顺路还开了个传送点 乱破 好了 退话之后我们来继续跟着任务追踪 这个小猴 这气氛真的是在上演笑吧 这边对完画之后跟旁边这个小猴玩偶 回废的小猴这边兑换一下 然后施展钟表 把戏来把它变成欢欣 好了 这边调完之后我们来跟着它走 怎么感觉今天一直在追猴子 这个玩偶跑得好慢啊 这边对话之后继续跟任务追踪来 跟财富教师对话 这边对话之后来打开我们地 然后我们来到左边这个传送宝典 然后我们来跟着任务追踪走 回到这个摄影教室里面 然后来对话啊 对话之后这边跟这个恐龙电视对话一下 正任的演员准备好了 好的对话 打完怪手就来继续跟着任务追踪走 从这边出来 来到广场 然后再跟着任务追踪走 这里直接来到校长师书室 好 然后继续跟着任务追踪 来跟这个教授对话 亲爱的好的 这边对话之后 用切到波提欧的视角了 然后来跟着任务追踪 来到这个黄圈正中间 这边呢发现有一只睡觉小猴 来这里跟他对话一下 好对话之后来 再回头跟着任务追踪走 再来对话一下 好对话之后来跟着任务追踪走 再来对话一下 这边对话之后来跟着任务追踪 来到这个黄圈的正中间 站到黄圈正中间这里 然后来西北方向 地图左上角 这个香交涉成员啊 睡交涉成员来跟他对话 这个对话之后呢 来朝下我们的东南方向 地图右下角 这边还有一个睡觉式成员 好我们跟着两个睡觉式成员之后 还要来继续跟任务追踪走 这边再来对话一下 好的关完对话 我们进入到一个副本里了 然后这里我们右前方的 这个绿色的这个传送点 这边可以换一下我们角色 然后我们来继续跟着任务追踪走 前面可能要打怪哦 好对话之后 我们来继续跟着任务追踪走 比如你的仇恨 好了对话之后 然后我们来继续跟着任务追踪走 好的 然后我们来再来跟着任务追踪走 这已经开始乱满了吗 然后这里我们继续跟着任务追踪走 已经变得黑白了 好 好 然后再来跟着任务就能走 好了 然后这里我们跟着任务追踪走 这是洗脑吗 洗脑大片说是 好的 然后这里我们继续跟着任务追踪走 好 好这边对话 打完怪之后 然后我们继续跟着任务追踪走 对话之后 我们继续跟任务追踪走 对话一下 然后钟表人法开 解锁 进入 试问 好了 这边对话之后 我们进入到副本里了 然后来跟着任务追踪走 对话一下好 对话之后 我们继续跟着任务追踪走 这边要看一下这个门 控制装置 跟着任务追踪 这边这个电视 对话之后 继续跟着任务追踪走 然后再继续跟着任务就能走 我打完这个心情之后 再继续跟着任务追踪走 对话之后 再跟着任务就这边要下楼梯 下到暗楼 这边先来 对话之后 再来跟着任务之中 来对话一下 这边对话之后 来继续跟着任务追踪走 出门对话一下 换完之后 我们继续跟着任务追踪走 来到这个黄圈中间 把这边对话之后 还继续跟着任务追踪走 好打玩怪 对话之后 这里是一个小游戏 然后我们用这个乱破的异技能 然后沿着这个通道 一直往前走就行 警告711通道 防卫系统 出现大规模式 警告711通道 防卫研究科通道 一直走就行 711通道 好了 然后我们又先换到 这个Botter World的视角了 那这里 我们来跟着任务追踪走 好 这边打完怪 我们还要打开地图 然后来到任务追踪左边 这个撑点 这里来跟着任务追踪走 我们来到这个黄圈中间 这边兑换一下啊 对话之后 继续跟着任务追踪走 这边来调查一下 然后我们再跟着任务追踪走 好多好啊 到黄圈正中间 这里跟米凯对话一下 对话结束之后 我们来打开地图 然后我们来到上方 这个传送猫点 传统毛袋吹透外 西方向地图左边 我们这里 有一个冷酷的居民 跟他对话一下 往这边对话之后 来西方向地图左边 你们从左前方 这个楼梯 这里上楼 好上来之后 欧方向地图右边 我们前方这里 有两个BC 这边有一个交集的居民 跟他对话好 对话之后 来继续跟着任务追踪走 这边到这个黄圈正中间 然后这里往下面走一层 跟这个三月期对话 好的 然后这里继续跟着任务追踪走 米凯对话一下好了 然后这里再跟着任务追踪走 坐下好 然后这边我们继续跟着任务追踪走 好 然后这边我们选择出发 然后这一边是要使用乱破的这个密技 然后进入这个滑板状态 把这些小猴都给撞飞 小猴的数量实在太子 这边使用密技 把这个都给撞飞 撞飞 撞飞之后呢 在右侧这个楼梯上面还有 继续创 这个皮记得吃 跟着这个追踪走 好的 这边对话之后 来旁边这个弹珠机启动 来直接发射 然后再用乱破的机能把小猴都给撞飞 这边还可以把这一层都撞飞 这边我们可以把这一层都撞飞然后再下楼梯 好 然后再次进入这个弹珠机 发射 好的 然后再使用这个技能下楼梯撞掉 继续往下撞 快点缀吧 来吧 教室就在前面 睡觉小壶的数量越来越少了 病毒的程度一定也会有所削减 等等 飞龙忍者无序 好的 然后还是这个弹珠机 爱发射 然后再使用这个技能继续往上创 这就行 我这边打完boss过完对话小人跟着任务追踪走 来到这个舞台这一边 然后找到机子来跟他对话 好了 那我们这个任务就完成了 那我们下个视频 见 拜拜 尝尬 品嚐 这边不知道